风格不同 麻雀还是比较典型的那种叠战片 有很强的主角光环 以名而伟大就是比较从小人物出发 电报 电车 还有广告牌 福安弄的那个弄堂 里面有好几个春夏秋冬 然后落寞的时候 或者是大家很热闹的时候 都通过那个弄堂表现出来 我特别喜欢那个场景 对 你想有很多炒菜的戏 吃东西的戏 然后导演也给到了很多的一些特写 我觉得这个就是 给了大家一个很生活化的一个感觉 我挺喜欢这种感受的 我也没有办法下定义 我也没有办法下定义 每一个人也会有不一样的定义在在 他的心里 是最长的一部作品 当然有一个非常熟悉的感觉 特别是看到很多的幕后的花絮 然后也能让我思绪就回到了在拍摄的那个过程当中 有有有我也是每天在准时七点半 然后看宁明尔伟大